天王周杰伦12月大巨蛋演唱会门票才开卖 马上就被抢光光 而且网路上还出现了一张30万元天价的黄牛票 让粉丝们哀嚎 而北市刑大等单位随即就组成了专案小组 在桃园逮捕了全国最大的黄牛组织 是一对夫妻党 他们平常住在五星级饭店躲避警方查契 成立了官方粉丝团 打出了保证预售 一张票通常是以原票价的3到4倍售出 已经售出了60多组 获利高达150万 北市刑大指出 警方将查扣黄牛手上的订单编号 已经卖出去的170多张票 将会喊请文化局作废 大批警力指导这间位在桃园 一碗幼价上万元的五星饭店 原来被带的这对夫妻党 背后经营全台最大贩卖黄牛票的卖群组 他们通过社群平台贴文 号称官方破5万粉丝 是全台第一大门票LINE的官方 布置演唱会可以预定连见面会运动赛事 统统有 这对夫妻党看准周杰伦12月大巨蛋 市场演唱会的商机 一出手就抢到198张 网络上大肆宣传保证预售 民众只要先付原票价一半的订金 确定买到票后再付尾款 总费用通常是门票原价的3到4倍 已有80多组客人预购 其中有60多组客人已经预付款项购票 获利金额高达150万元 警方将查扣170多张已售出的订单编号 喊请文化局作废 这对夫妻党从事黄牛卖票约十多年 他们的办案手法自称是请国外的工程师 大量抢票而来 是国内具有规模的黄牛组织 警方也发现张姓男子有诈欺前科 被警方逮捕时还有许多民众私讯求票 父亲两人傍晚移送北检附讯 张姓男子全身还包紧紧 为了避免黄牛票漫天救驾 文化部设置检举黄牛专区的网站 检举奖金达10万元 要杜绝类似不法案件 记者李承宁 陈冠明 台北报道